苗栗大埔張藥房老闆 張森文告別式 上午在苗栗大埔被拆掉的 張藥房原職舉行 家屬難過的說不出話來 一起參與抗爭行動的 其他拆遷戶則批評 大埔案已經付出了兩條人命 希望政府可以覺醒 而前來致意的前副總統 呂秀蓮則表示 大埔案是政府公權力殺人 點名苗栗縣府最該負責 苗栗縣長劉正宏則說 今天他想去致意卻被拒絕 但會持續和張家人溝通 捧著父親的臨位 張森文的兒子忍住心裡的激動 要送父親最後一程 想到一路走來 父親用生命表達捍衛家園的決心 兒子的眼淚怎麼也止不住 張森文的妻子彭秀春情緒激動 就連站的力氣也沒有 還是要忍住悲痛 送丈夫最後一程 而一起走過抗爭的 其他拆遷戶 看著張森文一路心情的轉變 甚至付出生命 認為最應該負責的是政府 政府應該要出來解決 不要一直在那個躲避 而且躲起來 我是覺得像這樣子是 移民相簿是不太需要 但是是要說政府能夠有覺醒 上午苗栗大埔張藥房的老闆 張森文的告別式 就選在已經被拆除的 張藥房原址進行 除了生緣的農民和學生團體 還有支持者做了張藥房的模型 希望給張家家屬一點安慰 而前副總統呂秀玲也前來向家屬致議 他認為大埔開發案已經付出兩條生命 是公權力殺人 點名苗栗縣政府最應該負起責任 到底苗栗縣政府強行徵收人民的土地 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真的是用在開發呢 還是是用公權力介入了新一態的草地皮 我想這個是下一個課題 我們嚴密監督 對於呂秀玲的重炮抨擊 現場劉振宏低調不回應 上午前往三億主持木雕節開幕 下午又趕到苗栗市韓外埔 一連趕了好幾個行程 不願意再提何時要去張家 不過稍早他已經透過幕僚 表達想要前往質疑 劉振宏說會繼續溝通 希望再度前往張家置疑 不過倒是警方擔心抗議嗆聲如影隨行 在劉振宏的公開行程 都派了不少警力保護 不過家屬的情緒難以平復 還是要獻服給家屬一個交代 藉了林健身 彭煥群 苗栗發達